詞曲 李宗盛 I ride hera's e's inside my name Publish and Perish all the same 你還是使日做 這是很容易的尺寸 坐 她很自戀啊 這個很不合她的一個形容 我們有自信好不好 不自戀 你一開始就會覺得 這個人就蠻活在自己的世界 越來越熟了之後就發現 她真的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其實我們是在校園的人生 攝影師 就是因為其實沒什麼交集 第一次有說話其實是在那個 攝影展 對 然後她先搭訕我 那個狀況就是 她就是一個人背著一個書包 不想說這個人好像蠻可憐的 就是自己在那邊看起來很孤單 去跟她聊個天好了 如果她說 那你為什麼要背書包啊 就是 不然會找人家當事 對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我屁股超大 我想要遮住我的屁股 她真的這樣回 遇到一個怪人 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人有一點怪這樣 從真正的 跟你的疑惑 都一樣 但是要融化的狀態 沒有錯 看到她融化 哇 哇 水手一撩 水手一撩 因為其實那時候關係 其實也還不錯了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散步散步走走 然後我就牽她手了 然後她就嚇到 她就好像很感動 然後就流眼淚 一開始我還把手戳回來 那時候氣氛就有點凝結 後來我為了還假 我就跟她說 我剛上完廁所沒洗手 你看我怎麼傻眼 蠻另類的吧 有啊 後來 後來有啦 對 後來 對 對 對 我覺得她是一個外表的光鮮 但實際上這樣巴探 哈哈哈哈 比如說大家知道 我其實蠻喜歡穿西服嘛 然後其實我在家裡面 就穿一條內褲在那邊這樣 啪啪這樣 那個飛齋 對 很礙事 然後這樣子巴探 她就是她在鏡子前面 然後Stay很久這樣子 就她有一個IG的小小的粉絲 不是很多啊 就是大概有一些粉絲 她就會說 欸我出去不能穿得太隨便 就是路上會遇到我的粉絲 就是真的 因為之前就真的有人來找她 大家會說 欸你是小肥嗎 這樣子 喔好險那一次真的是 喔 她下班啦 那次穿得不錯啊 好險 如果真的如果穿球褲下去 我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我認錯 哈哈哈哈 我講的故事 因為我記得一開始 我剛剛跟她交往的時候 她媽媽就打電話給我說 小肥 我們家女人那個脾氣很差 你一定要那個包容她 那什麼 然後後來就發現 欸她脾氣真的是還蠻差的 其實我脾氣也有點不太好 有一次我們吵架 然後冷戰三天 三天不講話 可是我們打了好幾場傳說對局 哈哈哈哈 就是我就登入 然後發現那個她在現場 我當然很邀請 然後她就加入 然後就打 可是重點是 我們還是不講話 然後打了蠻多場 我們每天都在打 都不講話的很帥 我們最常約會的地方 就是傳說對局的贊成 呵呵 怎麼辦好像很齋欸 你們的嗎 這是我們很多辦法 非常開心的事情 老公跟你合回那邊 哇 要生氣了 你這樣子 你怎麼講錯話呢 你很快 哇 天啊 這一個話題我從頭到尾把我寫錯過 應該有跟她講過吧 就是說就是 可能兩個人啊 我們自己的朋友都可以 就是我沒有很意料怎麼樣 但是你要有一個意思 好 她就真的 就是只聽到要有一個意思 第一次的時候是 我們去日本玩的時候 就我就選了一個 其實還蠻浪漫 就是在葛口服 然後一個飯店陽台 出去就可以看到富士山 環境是蠻不錯 但是就是在我們要退房那天 很充滿要收行李啊 她就一把我拉到那個陽台去 然後她說 幹嘛 我的行李還沒收完 你把我拉到陽台去 她就拿給你 給你這樣 沒有 我就拿一個戒指給你 我說那你要不要嫁給我 她就說 喔 好啊 然後就結束了 太好了 求婚成功了 回去越想越撤 啊 可是妳說好啊 她說 廢話 又快要退房了 哈哈 但她說好 有戒指先拿再收 趕快去整理行李比較重要 懂啦 偶爾會拿出來唸一下 我只要說這個 再放下去 我的小伴妹覺得不太好 什麼時候會唸 對 會唸一下 然後後來我就是還是有策劃一次 比較正式一點的 後來就沒有在唸她 哈哈 下班輩子平安了 哈哈 我覺得她就是老了 她一開始很早之前 然後有在講說 她想要的婚禮怎麼樣 所以我想要上去變魔術 然後穿到一個我自己的舞台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哇 這個人真的是很有表演欲 沒關係 那妳就表演 開始真的要辦回去 那妳有想要說 好 隨便 隨便 我跟妳說出色會叫洗澡 所以覺得熱情 是起血是不是 要講一下 今天拍四套 但是有一次我想穿 不是 她想要穿四套西裝 所以就拍了四套 其實在籌備的過程中 就是覺得 欸 好這樣還蠻好玩 確實啦 今天過完 確實還是挺有趣的 I'll make you I'll make you I'll make you 之後還要請妳多多幫忙 幫忙這樣 多做家事喔 為什麼這麼酷 我心想妳一定要跟我講說 妳要多做家事 我先發寄人 就是要記得就是 老婆最大 好會多做家事 全都是老婆說得算 沒錯 沒錯